由蕭定一旗下公司開拍 鍾培生有份投資的電影 正在拍攝當中 在戲中飾演情侶的趙倩恆和鄧月萍 這日要應付一場激烈的戲 還說為求達至最佳效果 不介意你而已 我今天除了要跟你吵架 我還要打你 你準備好了嗎 你要準備好心情 我估計到你的力度 其實我推薦真打 因為我覺得做戲 你要有力有感覺 夠真實才好看 對 然後我記得有一場戲 都是比蟲子打 打了十幾巴掌 那十幾巴掌都是真打 幸好打完後仍然在 但是我在裡面學到技巧 就是一些打人的技巧 所以你放心今晚給我打 放心給你打 對 我覺得NG不重要 最重要是出來效果好 當然事前準備 做功夫越足就越好 被問到有沒有爭熱場面 和性感尺度 趙倩恆和鄧月萍就說要賣個關子 而對於早前拍了一張疑似走光的照 鄧月萍就說不清楚大家在說哪張照 穿什麼色衣服 好像是黑白照 黑白照 我覺得不要緊 當是街坊 都走了 我做事又不是瘋瘋瘋瘋瘋 走了就有他 不過我覺得人體都是那幾樣東西 大家看得順眼就有他 這日拍攝現場 還有已經增肥了三十多磅的張健勝 雖然他是為另一套戲而增磅 但是這個漲爆的身形 都很適合他在這部戲演一個衰格上司 你為了增磅 他的身體都向你做警號 其實我的身體告訴我 就是那個胃部是 是不可以再繼續吃這麼多下去 因為我自己感覺到那個身體狀況是怎樣 還有跟導演溝通了 其實那個磅數滿意 但是我自己是貪心少少想去突破一下 在我的人生中最重可以去到多少 但是都是那句 我會看起身體 另外張健勝和趙善行之前合作的電影 成績佈折 票房突破一千三百萬 他們都很感動 要多謝仍然支持港產片的觀眾 不可以說要求大家每一步都入場 但是我們幾大幾小的戲 我們都會一樣做 一樣去做 因為現在市場收窄了 也很感謝香港人這麼支持港產片 其實大家都真的下了很多功夫 還有盡了200%的努力 去讓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份力量 當大家一起笑著哭的時候 感覺那個世界還未變得完 而且我覺得這個故事寫得很好 哪個編劇來的 我和一個編劇團隊 我原來是你的 真的厲害 我怕你下一個又說 那你為什麼不找我 那你為什麼不找我 我們這些詩下再討論一下 多惨劇團們